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测试的视频 本来是想昨天晚上帮大家出的 但是进了游戏 进了测试服 才发现需要练到两集 才允许领那个礼包 辛辛苦苦打了一天 这个的确挺累的 打打玩玩别的 打打玩玩别的 最终还是今天晚上 帮大家出了这个视频 玩了一天也是不好意思吧 但是我们还是有心的选到 首先那个质量是起司 主要是帮助一些 对这个武将还不太熟悉的朋友 稍微的去介绍一下 那个去简单的去讲解一下 这几个神匠 如何去使用 其次的话也是 顺便带来一场 神匠主角的视频 而且是自己的主角 好久没录主角了 这个主要是 神火爆测试嘛 敢给大家兴趣的东西 赶紧先出一下 主公选择的神旅萌 这边 直接是逃跑一个人 这个还是蛮蛋疼的 这个作为测试服啊 这个也是最头的 为什么我录了半天才录出来 一个能看的视频啊 首先一直自己不是神匠的主角 但这次很有幸的选到了神周瑜 其次的话 很多人都是来玩神匠的 一看到不是神匠就直接淘宝了 这个是非常讨厌的行为 这边出现一个bug 那就是当神诸葛 神诸葛使用这个七星的时候 完了和这个吕蒙的射链 产生冲突了 他这边不能调整 就是说按道理说是四张手牌 可以跟这个关的十一张牌 进行一个互换的调整 能让自己七手牌 能调整成一些基本牌 防一下优异 因为他后置位嘛 完了到他使用的时候 再换回来 换成输出牌 这样的话 神诸葛亮这个手牌 是非常灵活的 但是这边他给bug了 七星不能换牌 挺尴尬的 这个主要是测试嘛 出现一些bug 是非常正常的 骑手神诸葛拿走了连弩 我是十分心虚的 因为我没有闪 又怕路人局随便砍 但是我觉得神诸葛非常淡定 虽然我是反贼身份 但是我对于他的行为 表示十分的感谢 心虚了一下 但是对方没有打 刚才他还是 看了我一下攻心使用 看了我一下手牌 没有红桃牌 也没有产生十分的攻击欲望 但是我这个时候选择跳 跳身份是为什么 首先我感觉 这边有一个神诸葛 神诸葛就算是我跳 首先是四个反贼 就是说四个反贼都没动 其次的话有神诸葛在 如果我不跳的话 我怕身份跳齐了 他没有去帮我去 使用一个大物 下一轮神吕蒙能动的话 这个连弩加蓄包 一回合的杀 直接秒我了 所以我非常需要 如果神诸葛 你跟我一个团队的话 希望你那边跳一下身份 帮我进行一个大物 保我不被连弩搞死 这也是神诸葛的 另一个作用 就是他有两个技能 一个是使用大物 就是让我只被雷杀 或者雷这个雷属性的攻击 才会造成伤害 其次的话 有一个狂风 狂风主要是加高一些火属性的伤害 而我周瑜两个夜火和情音 情音还好 就是说等于说是一个自残型的 就跟自己费血 敌方也费血 或者是给大家加血 就是一个群群AOE型的一个效果吧 当然会把自己捎带上 其次的话 叶燕这个技能 主要是对一个火攻伤害 这边鲁肃把我的气肉排 包括一些输出牌 跟那个祝容互换一下 当然祝容跳了一个反贼 像这陶这些的话 我还是不是喜之斌心疼的 因为我求陶了 我也是早早的去跳了身份了 所以就算是打到求陶 也不是很心虚 这边鲁肃刚才过 这边虚晃跳身份 没有跳清楚 我不太清楚 但是他的离开 肯定对一方是比较残的 这边庞德没有开五谷 这个没开五谷的动作 十分淡定的 因为这边跳了两反 后头的身份还未知 这边跳了一个明中的乳素 他这边不开五谷 我觉得身份比较偏内吧 当然这是自己的分析 这边终于是可以使用七星了 通过手牌和七星牌进行互换 就调整一下自己叔叔的手牌 能把那个刚开始 使用七星关道的手牌 这个就比较关心了吧 七星道的手牌调整到 自己手牌上能使用 这样的话 需要防御的时候就换点基本牌 需要输出的话换一些关键的距离 关键的什么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灵活的 这边 这边我比较心心 因为我怕路人比较心 但是作为一个主持久视频 我不想死的太早 所以我就提前的跟神诸葛说了一句 神诸葛你来一个大雾呀 那边吕蒙吸爆一回合 又连弩 这秒我是秒的夸夸的 但是神诸葛亮没有去帮我去进行大雾 直接是帮狂风了一下 这个他还是主要是想希望我们能激活的去把神 神吕蒙搞死 这边主要是考虑 因为有神神周瑜存在 我的火焰伤害是非常高的 加上狂风得以强制性帮他带个藤甲 这样的话 我每次造成一个火伤害的属性的攻击都是比较好 而我们可以看到手牌上两张火杀 这个对他还是蛮伤害 这个时候甲曲跳一个板子 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支持的 因为这个就预示着四板跳齐了 徐晃是一个忠诚的 这样的话我们优势还是比较好的 甲曲直接放乱我 这还是选择强行的去压一下 圣体门 吕蒙因为甲曲放的乱我 甲曲肯定是不怕你直接攻击的 因为他有闪他可能去出的 所以说他选择了攻击了我 这边的话我有火杀 直接是会选择去使用火杀去杀他的 如果没有闪直接能造成两点的伤害 这也是狂风的效果吧 那个如果狂风狂风存在的效果和周瑜配合起来 产生的输出简直就是 太太恐怖了 这也是为什么火包神将是一个比较好的配合的 就是狂风配上周瑜的 夜炎这个技能产生的输出是非常恐怖的 其次的话 如果我手牌冲一 比如我现在红桃梅花 一会再来两个一个方片 一个黑桃 能实行一个夜炎产生两点伤害的这一下 基本上你吕蒙就算是有很多的恢复牌 中神手上有很多的恢复牌 也扛不住这样的输出的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吕蒙本轮能撑到多少血线 对于吕蒙来说 他撑多少血线 我们基本上 因为吕蒙现在这个涉猎的技能 比较透明手牌 能很有效的让我们知道 他手牌都有些什么 就比如说现在拿了一张桃 他的血线 因此撑到两血其次的话 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就让我们看到 他手牌上是没有闪的 这样的话 还是有不错的机会 当然我夜炎是强制性火焰伤害 但是他带了个加一马 这就被剧了 要是没距离的话 尤其我毛不准还能 等于说是下次能造成四点的伤害 但这个加一马有点卡死我了 这边 沈吕蒙直接攻西 把我的火纱给弄走了 就应该肯定废弃了 不会放在排队底 这边的话是没有办法 那个肯定是会攻心我 当然他也会选择攻心 其他人 当然是攻心我 也是想看一下我手牌透明化 方面比如我有什么 红桃的闪 什么的弄走了 方便的造成这一点 成功的输出 也是让我不会强行的去 拼血的去强压他 当然这边我肯定会使用夜炎 因为夜炎这边是一个限定机 每回合只会选择一下 为什么我起手不用 这个主要是大家 大家找最好的机会 就比如这一轮 神诸葛直接是给他挂了一个狂风的效果 这样的话 产生的输出就比平时多一滴血 这边只要忠诚没有逃 我们能直接获得胜利 就算他有逃撑起来的话 鲁肃金跟应该也去走了 这也是造成的 最终的话 通过神诸葛亮和神周瑜 完美的技能上的配合 成功秒掉了神的吕蒙 这一个是完全神将上的争霸 神将上的对垒 最终还是一个有配合性的效果的技能 产生最后的胜利吧 今天这个视频稍微有一点点短 但主要还是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两个神将的一些简单的作用 当然我没有使用的 秦英这个技能还是蛮 蛮让大家不去了解的 但是秦英这个技能主要属于一个 什么强强势性的 比如说大家都是一血 这种状态下可以强势性的拼一下血 当然这个秦英使用的话 自己也会费血 当然也是如果我们人比较多 比如说四版打一主 而主攻那边也许有AOE 我们都是血比较残的话 也可以通过使用一个间接性的 使用一个桃源 帮大家都恢复低血 这是可以的 而神诸葛亮还有一个技能 他没有使用的就是 首先第一个七星 大家是比较了解了 刚才我讲过了 刚才这个狂风 大家也看到效果了 其次还有个大物 大物主要就是对一个 对一个或者两个 对多的几个 就是他去几张七星牌 能对几个英雄进行保护 这样的话很有效的防一些像 张飞啊 徐楚啊 满了那个等等 带连弩的任何武将把这样的输出 他是能很好的能扛过去的 行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 谢谢大家